40岁以后的女人喜欢男人这样聊她,错不了的。 人到中年以后,大多是有过感情或者婚姻经历的。 到现在依然单身,可能是因为一直没有遇到适合自己或者是离过婚的中年。 男人有时候常常觉得对爱情力不从心,不知道如何去追求女人。 其实40岁以后的女人喜欢男人这样聊她。 1.对自己大方 女人对于物质,尤其是40岁以后的女人更加看重。 因为经历过,知道婚姻中物质是很重要的。 哪有女人会想要过苦日子呢? 所以女人喜欢男人对自己大方。 2.分担责任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责任。 而对于女人来说,希望男人可以帮自己分担。 所以你想追求40岁以后的女人,就要懂得替她分担责任。 3.陪伴自己 对于40岁以后的女人来说,陪伴看得极其重要。 她们希望自己的身边可以有一个人始终陪在自己左右, 可以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的生活,感受到温暖。 4.适当的组建和强势 对于40岁以后的女人来说,更希望男人是主动,希望有自己的看法, 而不是事事都依靠女人。 这样的男人对于40岁以后的中年女人来说,是毫无吸引力,甚至讨厌的。 所以过了40岁以后,想要聊喜欢的女人,男人就要多下一些功夫。 你觉得追求重点女人还有什么自己的方法吗?